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个青年创作者在传承中 我觉得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去发展它 上一辈的东西我们要保留下来 然后也要有自己作为年轻一代的这种想法 去表现在我们的画面上面 然后我是想要说去往这个花鸟与虫方面 去更加地去探索 就是说不要说做到跟我父亲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说去跟随着他的脚步去创作 我觉得那样是没有意义的 潮州木雕工艺传人郑文雄带来的是 近年潮州木雕中小见的人物类木雕作品 建功立业 这幅作品以风神榜故事为设计原型 刻画了众多神话人物 作品中每一个人物的形态都各有不同 令人称赞 这幅是潮州以前传统的那种人物作品 现在年轻人基本都很少人会做这种作品 人物作品它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 你看那个每一个人物的脸部 它的形态都要不一样 人物如果画面做得不好的话 那会显得画面比较呆板 潮寿作品也是今次潮州专管的一大两点 康卫方大师的巨幅潮寿作品 《潮州早就想来了》 将广济楼、广济桥、牌坊街等潮州地标 融入其中 充分展示了潮州独特的风土人情 丁鸿玉大师的作品《錦鸡》 《学兽图》就通过刻画曲曲如生的飞禽形象 展示了潮州征湛的针发技艺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示 能够把近期操作工艺美术行业的整个传承创新 包括新人新作的作品 在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大平台展示出来 我们把我们的空彩亮出来 亮相海内外 导致玩的这一次规格高 品种多 还有那个创新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是这个开门的 我会看上去的 我可以看上去的